各位,繼續有黎智英案的專題報導 農曆新年這個星期就沒有開到停 新年之前的一個星期,繼續由案件的第二位證人 蘋果日報前副社長陳佩敏繼續作供 控方就特別就著部分的頭版、專子漫畫 還有逆權6月,自由之下兩本蘋果日報的特刊提問 陳佩敏亦都在碰荒的提問之下同意 黎智英相當重視抗爭 跟張劍雄一樣,陳佩敏在2021年6月17日被捕 但他獲獎保釋,之後繼續工作直至蘋果日報停刊 同年的7月21日,再次被捕和被起訴之後還押至今 陳佩敏承認,全謀勾建外國勢力 而全謀法部煽動刊物就獲全黨法庭 被控方列為重返證人 陳佩敏在1996年12月入職蘋果日報 擔任高級記者 後來逐步晉升至總編輯 但在2016年幻想第三期悶癌 復工之後擔心病情復發 在張劍雄的安排之下,升為副社長 陳佩敏每日都要召開坐報會、初會、編前會 檢討新聞處理、跟進方向 決定第二日要看出的新聞 黎智英對於特定新聞都會給指示 執行總編輯林文忠是他的副手 總編輯羅偉光負責蘋果網上版 紅方亦都展示了陳佩敏的通訊紀錄 展述黎智英指示他處理新聞細節 例如造大陳芳安生訪美 和時任美國副總統彭斯會面的新聞 特別提及了幾個頭版和專子的漫畫 2019年3月30日 蘋果頭版報道 送中條例殺到埋身 傳媒人隨時陷冤肉 黎智英稱讚陳佩敏做得好 要求繼續做在大陸做生意的港商 黑壞那班生意佬 法官李韻騰問 繼續做是建議還是指示 陳佩敏就說他視之為指示 亦都有交代同事 4月27日 林榮基流亡台灣的報道 陳佩敏說是他決定放在頭版 因為是張劍雄親自在台灣採訪和寫稿 報道有新聞價值 4月28日 蘋果底頁印製漫畫家專指設計的海報 黎智英曾經說 不可以每一份報紙都印 叫陳佩敏問時任立法會議員李卓人 需要印多少份 被民陣在遊行現場派發 又叫他想下可以做甚麼 吹谷市民上街 在428遊行之後 反修例的議題在社會上討論度越來越高 蘋果都有一直報導 控方就說 在當年5月31日 黎智英轉發了一段 蘋果日報前社長董橋的信息給陳佩敏 董橋說 要鼓吹的不是香港要民主 而是香港的價值不容共產黨摧殘 黎智英跟陳佩敏討論之後 要求找有份量的人說明條例的問題 又叫他訪問聯署反修例的學生 激發其他學生參加6.9遊行 2019年6月9日反修例大遊行 文鎮說有103萬人上街 陳佩敏說 和黎智英談及遊行人數眾多 為此感到開心 黎智英又轉發了董橋的信息 為勇敢的香港人乾杯 並且說這是好標題 陳佩敏就回應 會研究用地道的語言表達 第二日《蘋果日報》頭條標題 是香港人票量的固執103萬 陳佩敏確認是屬於黎智英信息的建議方向 6月中政府宣布暫緩修例 但黎智英認為暫緩只是策略 擔心市民抗議的聲音會逐漸減少 條例就會捲土重來 要繼續呼籲市民上街 不撤不散 陳佩敏說當時同意黎智英的想法 2019年7月1日 蘋果徐步附送逆權6月特刊 陳佩敏說內容主要是反修例遊行和示威的照片 李韻騰關注是由誰決定看印特刊 想透過特刊達到甚麼目的 為何是免費派發而不是出售 陳佩敏說不記得是誰提出的救私 但他亦同意出版 亦有請示張劍河 他又指出特刊都有宣傳蘋果日報的目的 希望當日更加多人買報紙 特刊所用的逆權兩個字 在庭上亦都掀起了一番討論 法官道立兵問是否即是反對政府 陳佩敏同意 但就說不想直接用反對政府 加上之前有韓國電影用過逆權兩個字 覺得逆權更加文藝和概括 紅便雙方亦都爭拗過逆權的英文翻譯 最後決定使用anti-authoritarianism 直譯中文就是反威權主義 七日遊行之後 示威者衝擊立法會 黎智英轉發信息給陳佩敏 指示他報道衝擊立法會的年輕人心聲 將情緒擴大擴散 爭取市民諒解和支持 蘋果Facebook專頁有相和貼文 報道示威者在立法會餐廳裡面 放下錢才拿走汽水 陳佩敏都有截圖傳送給黎智英 法官李韻騰問 向黎智英傳送截圖 是否顯示記者已經完成要求 陳佩敏就說 記者是本能地報道事件 但黎智英出聲之後 變得好像要帶著動機採訪 同意黎智英透過蘋果觀點 達到心中目的 陳佩敏說 黎智英在2019年之後 更加頻繁地向外國媒體投稿 又轉發過《太陽時報》專欄作家 Edward Lucas的英文文章 問可不可以在蘋果看出 陳佩敏就說 蘋果很少會將在外國媒體 已經登過的英文文章 翻譯成中文再登過 但就說黎智英的意向很明顯 就是要他們刊登這些文章 2019年7月9日 蘋果A3版看出標題為 蓬佩奧誤黎智英討論逃犯條例的報道 庭上指出報道印刷的途中改版 李韻騰追問 是否因為要增加報道 陳佩敏同意 說黎智英去美國見時任國務卿重要 他也關注外國對香港社會運動的看法 2019年10月 黎智英也有訪美 陳佩敏說他事前不知情 蘋果有看出黎智英訪美的報道 包括黎智英 事任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和李柱明的合照 文中提及美國香港民主委員會 陳佩敏又說 社會當時有聲音要求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 和獨立調查警暴 黎智英訪美爭取外國向香港政府施壓 去達到這些目的 和他一向的立場相符 沒甚麼好奇怪 李韻騰就追問 黎智英有沒有提及施壓甚麼 陳佩敏說他沒有直接提及 但相信是他曾經到美國眾議院商討的 香港人權與民主犯案 黎智英曾經說 沒有時間寫成敗落一笑專欄 問陳佩敏可不可以改為訪問他 說明香港的情況和華盛頓遊說之旅 陳佩敏說 最後沒有人訪問黎智英 專欄用了問答形式讚寫 一共有九條問題 當中一條問黎智英 香港人權與民主犯案通過之後 是否真的可以制裁黑警、葉劉、何君堯 法官道理兵問 這些人是否示威者提出的制裁對象 陳佩敏同意 紅方都有問到黎智英的助手Mark Simon 陳佩敏說 當時公司要去到副總編輯級數的員工 才會留意到他 見到面大家會打招呼 但就不會長談 他說Mark Simon經常要去台灣做事 會幫黎智英打理傳媒以外的生意 紅方展示了2019年8月 陳佩敏和Mark Simon的對話 Mark Simon曾經向他傳送 關於女示威者的報料 又試過說自己可以幫忙 在美國買高質素的防具 陳佩敏解釋 當時記者採訪 需要用到有關的裝備 但供不應求 他說自己只是禮貌道席 沒有認真看待他的說話 Mark Simon通知他 朱穆敏成立了美國香港民主委員會 亦都問他2019年9月 有沒有派人赴美 採訪黃之鋒和何韻氏 蘋果在2019年9月到10月 曾經三次出版要另外付錢買的特刊 《2019自由之下》 這本特刊有中文版和英文版 當中9月底出版的版本就標明 扣除成本利益之後 會捐給612人道支援基金 陳佩敏就說 特刊初版買斷事之後 管理層包括張劍雄都知道 並且應讀者的要求家人 但就不確定黎智英知不知 控方在庭上有展示過這本特刊 封面上面印了多句反修例示威的口號 封底就印了2019年區議會選舉的日期 1124血債票償 特刊裏面有相當中有人手持 罷工罷市罷貨 反送中的往式直返 陳佩敏說 張劍雄應黎智英要求 寫過一些無不自 再由黎智英安排印刷直返 李韻騰問是否黎智英準備直返 陳佩敏說 相信他至少有參與 2019年12月18日 黎智英為陳佩敏發送一份檔案 《致香港被拘留者和抗爭者的公開信》 下款署名是人權組織香港監察創辦人羅傑斯 陳佩敏說 公開信的信息符合蘋果一直以來的報導 所以跟進和處理信件 將公開信交給蘋果網上版和報紙的同事 他說公開信最後沒有原文刊登 而是與其他相關的新聞一起刊登 2020年1月1日 元旦遊行 文鎮說有103萬人參與 第二日 《蘋果日報》頭版標題 香港人戰鬥 陳佩敏說 這是示威現場的口號 這個頭版亦都放了入去 《蘋果徐報》附送的 《2020年逆權月曆》裏面 庭上亦都再次討論 《蘋果》在2019年至2020年召開的飯盒會 雄方展示了2020年1月 張劍雄整理的會議重點截圖 當中包括 嘗試穩端傳媒、立場新聞、眾新聞 寫得好的作者讚稿 以及送中三大抗爭圖緝可以結集出版 李韻騰就追問 出版圖緝 是否與庭上提及過的刊物有關 陳潘敏就確認 包括了《自由之下》、《易權6月》 之後亦都出版了一本更精美的精裝版刊物 雄方展示了幾篇黎智英專欄 《成敗樂一笑》的文章 陳佩敏說 黎智英在民眾的立場 和在飯盒會上的意見相符 又說他講來講去都是類似的觀點 在2020年初 香港出現新冠肺炎疫情 陳佩敏說當時飯盒會討論疫情議題 著重在中國政府有沒有隱瞞 他就覺得黎智英認為中國政府有隱瞞 所以當其他國家的科學家、醫學界 政府質疑中國的時候 蘋果都會將這一類的新聞 做得更加大或者更加顯著 同意 黎智英的想法是會影響到蘋果的報導 蘋果報導疫情都是使用武漢肺炎的字眼 陳佩敏說 認為在字眼上 混疫比武漢肺炎更加強烈 台灣蘋果日報也一樣使用武漢肺炎 但台瓶屬於獨立運作 2020年3月 蘋果刊登了時任警務處處長鄧炳強 以用反恐條例來控告爆炸品案被告的報導 標題說 鄧炳強學新疆 貼碗壓抗爭 頁面又用了撕成中共的字眼 也有表格比較香港和新疆的情況 陳佩敏說 覺得事件好像新疆 又說兩地的文化不同 新疆都有僵度或者反共的聲音 而中國政府都是視作恐怖主義活動對付 2020年4月 黎智英的專欄文章 《專橫暴政打壓,我們氣泊不減》 文中最後一段引述了陳佩敏的說話 說香港人可以堅持下去 是我們明知不可為而為的氣泊 陳佩敏說 曾經在自己的專欄寫過類似的東西 但忘記了當時的語景 又說雖然當時的示威運動已經大致平息 也知道示威者的訴求不會落實 但如果還有人出來爭取 他也會佩服他們的堅持 在這幾天的審訊入面 黎智英的家人和陳佩敏的丈夫 前立場新聞總編輯中佩權 每日都有到場旁聽 陳佩敏作公的時候 沒有網向黎智英和中佩權 最初他用創辦人來稱呼黎智英 後來就改稱黎生 下星期陳佩敏會繼續作公 我們每日都會有即日報道 每月一段時間會為大家製作影片專題 請留意我們的國安法專題網站 HK01.com 01 App和YouTube Channel的更新